慧能大师进行 释迦牟尼佛进行 身体还留着时间 这则佛经上叫 有余依涅槃 涅槃是说他自己真的的经济 进行 进行 就是真涅槃 入大半涅槃 见到了 见到的身体还在 这现象还都存在 那是什么 习气为断 习气为断不要见 为什么呢 他在境界里头已经不会齐心动念 行人 倘若错认 病云相应 那就打错了 行人就是念佛人 在这执念佛的 修进土的 粗念 稍稍稍稍稍息了一点 信念根本就没停止 信念要是一段 好了 长级光进土现象 就明星现象 那信念断了 自己知不知道 知道清清楚楚 真无放下了 彻底放下了 六根在六成经济 不但人间 天上 摄法界 一真状言 全放下了 那是 细念断了 只要一进行 永连不会退转 会能大事进行 释迦牟尼佛进行 身体还留着时间 这在佛经上 这在佛经上叫 有余依涅槃 涅槃是说 他自己震得的禁忌 坚信 坚信 就是震涅槃 入大阪涅槃 这些 见到了 见到的身体还在 这现象还都存在 那是什么 习气 没断 习气没断 不要紧 为什么呢 他在境界里头 已经不会起行动力 永远保持这个境界 也不退 三不退 我也不退 行不退 你也不退 出诸佛萨 正三不退 他有的习气 所以 尽忠 这个 阿弥陀佛 本月里面说 第十九月 深到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悦志菩萨 这一句话了不起 阿维悦志 语言正三不退 正三不退 上加个语言字 出诸佛萨 正三不退 不能说语言 语言是什么呢 习气也断了 那大臣教理佛告诉我 七弟以上 八弟正五生法人 七弟是语言正三不退 跟八弟五生 差一个阶级 尽忠称为男性之法 就难在此地 谁肯相信啊 你是个凡夫 念阿弥陀佛 生到极乐世界 凡生同就土 下下平往生 都得到这样殊胜的果得 这谁相信 我们现在搞清楚了 布施 往生 真的就提升到这个评委 布施 他还是万福 他烦恼吸气没断 这是辅助 那个地方没有缘 所以虽有种子 没有缘 他不会起信心 那这环境太好了 那道理在四地 智慧 断了 到极乐世界 就有能力 跟释法界众生 感应到较 众生有感 他就有意 他就有能力 像佛菩萨一样 硬化 度众生 那理从来 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 加持感 不是他自己 他要慢慢修 修到 原初住菩萨了 到那个时候了 那就要自己 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那是 阿弥陀佛 为神加持 佛利不可思议 这法门叫 二利法门 所以 不是相应 是佛加持 我们要 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 大悲慈父 这是讲的阿弥陀佛 心无缘之词 垂子奇妙 方便法门 直方立向 谢谢你专注 即此忘心 持佛名号 念意名号 换除 百千万亿忘念 杂念 念得纯熟 内望能锁 心无所住 佛号分明 暗和道妙 便其 金刚 般若经 无助身心之妙地 念老 这段话 讲得好 这是阿弥陀佛 无缘 大词 传给我们 这样一个 方便法门 比起任何法门 都方便 再找不到 更方便的 就四个字 阿弥陀佛 你那个心里头 真有这一句 阿弥陀佛 念念不忘 一切始 一切出 心里头真有 你就成功 那念多久 才能往生 古堡 才能先前 净土 神仙路 往生传 我们去看看 一半以上 大概都是三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